他是荧幕上极具票房号召里的大众偶像 他是各大时尚杂志争相拍摄的封面明星 他曾迷失方向 也曾付出代价 陈坤上级 对于陈坤来说 为各种时尚杂志拍摄封面照片 早已成为了家常便饭 根据不同的服装和造型 在镜头面前 他频繁地变换着各种角度 姿势和表情 对于如何展现自己的魅力 陈坤显得格外在行 虽然已经做了14年的演员 但是和他的演技相比 人们似乎更加关注他的外貌 在很多年里 这曾令他倍感困扰 然而 如今37岁的陈坤 却学会了坦然接受 实际上我也知道我是男话评 因为我真的演得不怎么好 刚开始 你天天想你不是花瓶 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呢 我是 你说我是戏子 我是 你这个 你是个傻瓜 我是 就一个事就解决了 我承认了 不然我还要花 我说不是 就说多一个字 就麻烦 浪费时间 你说我什么都是 但我是不是我心里知道 你是我的夫人 不管你是人是妖 我都爱你 2008年 取材自蒲松林古典名著 聊斋之意中 同名小说的电影画皮 在国内上映 近十九天 票房就突破了两亿元 作为男主角 这是陈坤第一次出演大制作的商业电影 从此 他的身影开始频频出现在 那些票房过亿的国产大片当中 国难当头 谁在这件事情上 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谁就是卖国贼 谁就是我党国的敌人 还请各位前辈 为堪乱救国 尽职尽力啊 他吃了两碗粉 只给一碗的钱 这就叫做不公平 在当今这个消费文化的时代 已经被符号化的明星 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消费的对象 人们不仅消费着他们的形象与表演 还消费着对他们个人生活的关注 其实演员这个职业 跟任何一个职业是一样的 都有好也有不好 都有糟薄也有精华 但是谈论的话题永远是 谈一些很泡沫的八卦的消息的时候 它流传的比较广 所以很多人就慢慢戴上有色眼镜 如今的陈坤 是各大时尚杂志 争相拍摄的封面人物 广告商青睐的产品代言人 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依附于明星这个光环 陈坤在收获着名利的同时 也付出了代价 虽然表面上演员他们也蛮风光的 但是他们不能卸掉的事 还是属于所有的朋友们茶余饭后 他们好像莫名其妙就担任着 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任务 就是我们应该有这个 基本给大家谈资的这样一个责任 那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但是我也并不认为 演员仅仅是这样 广西宁静的方向 新出发布会就开始了 微博上仰慕已久 我也仰慕已久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 两位著名的作家杜振 这个最左边 也是今天在座最奇暴不扬的 就是慕容雪村 怎么说话呢 这本书呢 我首先很感谢一位朋友 就是我身边对我的费用老师 近两年来 陈坤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了演戏之外的事情上 从2011年起 他发起了一项 名为行走的力量的公益活动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随后 陈坤出版的个人随笔集 短短几个月 就卖出了30万册 最近 他又联合国内知名学者和作家 推出了以行走为主题的系列书 陈坤担任出品人 各自扮演盗墓笔记里一个角色 演对手戏的话 你们俩会觉得 各自适合演什么角色 我可以演一个东西 今天说出他那种 说出人 我可以演棺材 棺材 我觉得我符合了我自己的要求 就是我觉得 我不是一个简单的戏子 我不是一个仅仅给你们娱乐的人 其实我跟你们一样 我们是一样的人 我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娱乐你们 我也做一些力所能及 并且我愿意做的事情 让我们欢迎张强森 各位天洋同学的帮忙好 很高兴今天我们 我每天出去 有一个镜头对着我的时候 我就要扮演一个南花瓶的样子 虽然喜欢到这人气满腰 但是稍显浮华是不是 一个绣花枕头啊 最想填充的是什么呢 肯定是文化嘛 所以我也附庸了一下风雅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蛮率真的人 然后内心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追求 但这个追求是 在我看来是比较偏心而上的 我觉得我一个人邀请了有点 我觉得头有点晕 有没有同学有问题 我们可以去 后面那个对对对对是你 请问滕老师 你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 现在该把什么样的翻上走 你给我介绍了 你还给我 我可能帮不上什么特别的具体的吗 你也不要生我的气 不是一定能帮得上吗 好 我现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不难的 因为仿佛我 你们面对的都想象我 英语也能完全感到身受 在学生们眼中 作为一个明星 陈坤无疑是成功和令人羡慕的 但是他们或许并不知道 在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 陈坤也曾迷失过方向 并经历了多种身份的转变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酒吧歌手 到初出茅庆的年轻演员 从重庆到北京 陈坤经历了怎样的北漂生活 陈坤上级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边 最繁华地带的写字楼 陈坤的公司 就坐落在这栋写字楼的第19层 2010年 陈坤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从此开始以老板兼演员的双重身份 继续在娱乐圈里闯荡 这一年 正好是他来到北京的第15个年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大量港台歌手和欧美乐队 开始进入内地演出 并迅速获得了大众的追捧 传统歌舞团的演出市场日益萎缩 人才不断流失 1995年 政府开始对艺术团体进行市场化改革 中央直属院团第一次允许公开面向社会招聘演员 也就是这一年 正在重庆做酒吧歌手的陈坤 得知了一个消息 东方歌舞团刚刚走了一批演员 正在招人 此时的陈坤已经几个月没有工作了 前途一片渺茫 对他来说 报考东方歌舞团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最终在音乐启蒙老师的劝说下 陈坤还是决定去试一试 完了之后呢 他们都已经通知我说 我可以留下来实习的时候 我就拿了个电话给王老师打电话 我说王老师 他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没被录取 他那边的反应太让我佩服了 不可能 他们太没眼光了 也是多么充满自信的一个 多么爱我的人 我说我骗你的 他们已经录取我 让我这实习了 对了嘛 从一个重庆的酒吧歌手 一跃而成为 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歌唱演员 命运似乎开始眷顾起了陈坤 但是刚到北京的日子 对陈坤来说并不容易 购物团有三个月的试用期 如果通不过考察 他就得打到回府 特想上台 一上台就紧张 对 珍惜嘛 就害怕唱不好 就没下次了 就越这么想越紧张 越紧张越唱不好 最后就又出错了 那时歌舞团的人 大多在外面有演出 只有陈坤是个例外 没有演出收入的他 只能依靠每个月200元的工资生活 在只有19岁的陈坤的记忆中 1995年的冬天 显得格外寒冷 第一年来北京的时候太冷了 就真舍不得买条毛裤 跳舞的一个女孩叫 是侯俊杰吧 侯俊杰她哥叫侯大鹏 来看她妹妹 她们都出演出了 她哥哥住在她的宿舍的时候 就整个楼道里面只有我跟她 冬天的时候太冷了 冷得都不敢出门 她看见了 对我特好 我带你出去买条裤子 我当时还不要 我一辈子记得 她买了一条在星园里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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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里面 星园里有个商场 买了条毛裤 蓝色毛裤 现在我还留着 她送给我的时候 我当时就哭了 就我现在也哭了 对我现在非常的感谢 就是人其实还是 就是在 特别是小时候 到北京的时候 虽然很要强 很有憧憬 很有梦想 但是还是真的是很脆弱的 那个时候真的记得 所有人对你的好 也记得所有人对你的不好 就是那种恨不得 就到现在长大了 觉得 对 很感恩那段时间的经验 一年后 一次陪同事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 无异之举 却让陈坤的人生 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这是拍摄于1996年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面试现场的一段录像 录像中 这个黑瘦的男孩就是陈坤 在来自全国各地条件出众的考生当中 他显得并不起眼 但是一个考场上的意外事故 却让陈坤脱颖而出 当时因为我们的音响出了一点问题 整个就停下来了 没有办法进行了 但是考试时间已经约定了 不能停 我就问 我说有哪个同学可以不需要麦克直接唱歌的 然后我就记得在我的右手边的角落上 一个男生男孩举手说 老师我可以 我说好 这个男生你来你来你唱歌 然后就他站在就是我们考试的中间就唱歌 我说他怎么唱歌怎么会这么好呢 我就开始比较注意这个男生 他的那个眼睛啊 他的表演啊 语言啊 还是蛮有灵气的 所以他最后他是以男生全班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考取了06本科班 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 国家教委正式宣布 从今年起 全国普通高校将全部实行并轨招生 1996年 北京电影学院开始实行并轨招生 表演系的学费 由原来的每年一千多元 一下子涨到了八千多元 高额的学费 让很多人在上学期间就开始拍戏挣钱了 还在读大二的时候 成坤的同班同学赵薇 就因出演电视剧《还珠格格》 而红遍大江南北 赵薇并不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去拍戏的人 在他的前面有颜丹成 白云拍的《花季雨季》 史光辉 高景渝 他们都出去拍过电影 真正到赵薇已经 那都是很多同学都出去了 当时媒体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九六级称为明星班 但是作为明星班的议员 陈坤却是个例外 当其他同学纷纷接到各个剧组的邀请时 他却迟迟没有拍戏的机会 我觉得可能在肢体语言方面 在形体方面 他可能是他的一个弱项 你长点吃东西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不要吃东西 稍后就走了 吃一个忙 他不可能让一个人什么都满足 把优点都给你 如果陈坤的肢体再协调一些 身高再高一点 那真的就是完美无缺了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是他 好 你这样好不好 我去一边 已经有三个女生了 所以我还得再找她 拿一张 拿一张 我要找一个非常支持分子形象的男生 如今 陈坤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到大学校园里和大学生进行交流 可以看出 大学生们的活泼快乐也感染着陈坤 然而在十几年前 当陈坤也是一名大学生时 他的状态却和这些学生完全不同 那时沉重的经济负担 使他不得不在上课之余 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叶总会唱歌 其实他是当时 他的家庭生活是很困难的 他要上学不但要付自己的学费 生活费 他还要同时养活他的两个弟弟 和他的母亲 他的压力是相当大的 那个时候就是有时候 晚上出去叶总会唱歌 完了之后翻野回学校 就已经很晚了 早上起来六点钟出成功 特别没精神 我老觉得我 我在荒废我的世界 其实我当时 我觉得特别无望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 伴随内地电视剧的市场化 符合大众口味的青春偶像剧 开始大量出现在电视营屏上 并造就了一批被称为偶像明星的年轻演员 20000年 一部名为永不明目的电视剧 风靡全国 也让男主角的扮演者 上海戏剧学院四年级的学生 陆毕一炮走红 从此奠定了他在影视圈的偶像地位 人们并不知道 实际上这个角色最初的候选人 并非陆毅 而是陈坤 1999年的一天 陈坤的人生突然出现了一丝转机 他接到了著名导演赵宝刚的电话 邀请他参加电视剧《永不明目》 男主角的试镜 当时我们全班同学去十度旅游 结果我们在回来的路上 他就接到一个电话 他就说赵宝刚说 不合适我 就不用我了 他当时选的那个女生 就是跟他演戏的女生叫苏锦 是一个模特 个子特别的高 好像有1米8 或者1米7级以上 就是显然陈坤跟他在一起 搭不上 可能从外形上来说 他要跟陆毅比的话 可能那个角色 可能陆毅就更适合一点 我问过我的内心 我是有点失望的 但现在真的觉得 埋怨有什么用 不愉快有什么用 后来我就给赵宝刚打电话 我说宝刚 我说你欠陈坤一个情 你必须要还他这个情 赵宝刚说崔老师你放心 我一定要有坤 然而不久 陈坤却向班主任 提出了转行的要求 他说崔老师我觉得 好像我不适合搞表演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觉得好像我不行 我觉得我都不行 我演戏也不行 我什么也不行 我倒是觉得 我并不是非常合适当演员 我讨厌就是被选择 老师被选择被选择 选择烦了 反正我觉得老师不是我 老师实习失了三四次 他受气 其实我骨子里面挺主要的一个人 觉得可能我不合适 这行的规则 那当时我就觉得 我想去学室内设计 去考国外的学校 当班里的同学都忙着拍戏时 陈坤却开始学起了外语 并尝试着报考欧洲的设计学院 很快他就获得了一所学校的面试通知 但是出国却需要一笔高昂的旅费 这成为陈坤出国的最大障碍 就在此时 导演赵宝刚再次找到了陈坤 邀请他出演三十集电视剧 《向物、向羽、又向风》的男主角 片酬为一集三千元 总共为九万元 对于当时的陈坤而言 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虽然是在撰写毕业论文的关键阶段 但陈坤却依然决定接拍这部戏 其实他去拍这个戏是冒着风险的 最后签了一个合同 就是说如果论文不合格的话 你是毕不了业的 所以陈坤当时接这个戏的时候 是一边拍着《向物、向、又向、风》 一边在现场写他的论文 你想逃避什么呢 不会是因为子疑吧 就是为他 在《向物、向羽、又向风》当中 陈坤饰演的男主角陈子坤 是个小修表将 他出身贫寒 性格敏感、忧郁 据说这个角色是赵宝刚 根据陈坤的特点专门打造的 不仅名字和陈坤 只有一字之差 就连性格和经历 也有着几分相似 正是从这部戏开始 人们认识了陈坤 你打呀 打到我心里好生气 你以前追加追加多厉害 把他心里搞乱了 现在你欺负他 这部电视剧也让陈坤 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报酬 在拿到钱的第二天 他先给家里寄了四万块钱 又交了两万块钱的出国押金 于是拿着剩下的钱 陈坤踏上了去欧洲的旅程 但是仅仅几天之后 他就回到了北京 他有个家庭负担在这 他到那儿 他连他自己都举步维艰 更何况还有三个人等待着他 从一名酒吧歌手 到初出茅庐的演员 从重庆到北京 在六七年的时间里 陈坤似乎一直没有找到 自己的人生方向 就在他打算再接拍几部戏 攒够钱再去欧洲读书时 一部电视剧的出现 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